大陆学生在今年8月的新学期就可以来到台湾就读 而各家学校硕博士的申请作业也在上周截止了 根据统计国内大学总共释出了653个硕博士生的名额 但是只有700多位大陆学生申请 而且全部都集中在台城清郊这些顶尖的公立大学 教育部则说明人数少而且集中在少数的大学 是因为今年只是第一年试办 而且大陆学生目前只对特定少数的学校有印象 普昭昭是北京大学电脑科学系二年级学生 这一次随着校长周琪凤等人来台交流收获不少 尤其接连看了台湾几所知名大学之后 他觉得未来有机会会想来台湾念研究所 前两天在台大 然后觉得整个校园的氛围什么都非常好 就非常轻松愉快 所以我觉得校园都很漂亮 我觉得在这地方学习也很开心 对陆生来说 如果真要来台念书 有兴趣的当然是公立大学 而上周五硕博士班申请截止之后发现 今年要招653名硕博士生 结果只有770一名陆生申请 而且都集中在拿到五年五百亿经费的顶尖大学 以台大为例 硕士班和博士班分别要招收58名和15名陆生 结果申请者分别高达334人和88人 平均录取率都是17% 而且陆生可重复报名 初估录取率高达三成六 有在业党立委批评台生只能填一个志愿 要进台大研究所的平均录取率只有3%到4% 这样对台生不公平 不过教育部认为不能拿陆生和本地生相提并论 学习背景不同 来台就学的染疫度不同 它的一个权力与不同 所以不太适合把外国学生 乔生或陆生的一个报名情形 拿跟国内的学生来做类比 教育部再次强调陆生的名额是外加 念完书后也不能留下来工作 不会影响国内学生权益 至于有人希望提高陆生的筛选门槛 教育部表示基于大学自主 不能强制要求 但相信各大学未来会自定审查标准 来维护教育品质 接下来沈志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